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他在財務管理的範疇裡面的話 那他理所當然就是有四大主要的一個任務的目標 那就是執行好的投資策略 執行好的融資策略 執行好的分配策略 跟執行好的營運資金管理策略 那在這個四大策略領域裡面 我們說其實經理人在追求 所謂的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就是希望說他去做對事情 然後讓股東的一個財富 也就是說股票的價值 到達最高的一個境界 那我們上禮拜事實上就是想辦法 把這個比較抽象的目標 也就是說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希望把它很具體而為的 告訴各位說 那如果你今天在一個企業裡面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才能夠達成追求 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那我們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 開始有跟各位介紹一些財務報表的資訊 那除了在財務報表 我們要去解讀怎麼樣一些基本資訊之外 那我們很重要的在講財務比率的時候 我們也有跟各位講說 那在一般的企業 你如果想去看他的績效好不好 那你大致上有兩類的指標 這兩類的指標呢 就是所謂的獲利率 獲利性的指標 跟所謂周轉率 就是效率性的指標 那我們呢 就想辦法說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把這些 我們上禮拜所學的 會計上面的資訊 跟我們在第一個禮拜所學的 企業的目的 企業的目的在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企業的目的 所以我們有說 財務經理的人要實行四大決策 那在這邊呢 我們事實上就把這些 概念想要把它連結起來 那我們其實 引用的是那個 那個杜邦等事分析 這在1950年代 60年代 杜邦公司 他的高階管理人員 想要跟一些中低階的 一些經理人員去溝通 然後他們就想說 我如何把公司真的想達成的目標 然後用一種比較可以 溝通的方式 比較容易講解的方式 然後講解給我的 中低層的一個幹部聽 所以他們就利用了這個表 那這個表主要就是告訴你說 第一個 我們放在最高層的是 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那我們說 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是所有財務資訊裡面 最接近所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 那個目標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說 如果我們用 我們可以比較具體 去瞭解的一個財務資訊來講的話 那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幹部講說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站在經理人的立場 就是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這個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呢 就是想辦法去 追求一個 股東權益的報酬率的最高 那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最高呢 我們上禮拜在最後 我們也跟各位講解 它可以分解成 從資產的報酬率 乘上一個財務幹桿的一個函數 也是一個財務幹桿比例的一個函數 然後兩個相乘 那所謂的資產報酬率 就是我們在管理人的任務裡面說 管理財務經理人必須要去執行好的投資策略 這邊就是好的投資策略 對不對 他必須要去執行好的投資策略 同時他也要去執行好的融資策略 這兩個東西 就把我們上禮拜所講就是說 經理人的任務裡面 就是要執行好的投資策略 執行好的融資策略 那這兩個是偏移不可而廢的 就是說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只追求一邊不追求另外一邊 那所以呢你如果要追求股東權益 報酬率的最大化的話 你就必須要思考從這兩方面著手 就是好的投資策略 乘上一個好的融資策略 那什麼叫做好的投資策略呢 那經由上禮拜我們跟各位解構 就是說一個公司要有好的報酬率 要有好的周轉率 然後同時都可以達成讓公司的績效比較好 那我們就進一步把這個ROA 我們有跟各位解說過 這個ROA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老的一個概念的ROA 可以再進一步解構成為兩個東西 一個叫profit margin 另外一個叫做asset turnover 那我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在講我們的績效指標裡面 我們說我們有兩類的指標 一個是獲利性的指標 一個是報酬率的指標 那獲利性的指標 就跟我們上禮拜在跟各位 講那個毛利率的一個高低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講說 在管理策略的書裡面 我們說過一般的企業 最容易看到的兩個競爭優勢 一個競爭優勢是 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那另外一個競爭優勢 叫做低成本領導的競爭優勢 那這兩個競爭優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這下面 追求獲利率為主的那個競爭優勢 我們就把它稱為 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什麼來講呢 我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像是那個比較名貴的跑車 它很可能成本 比一般的國民跑車來講 不會貴太多 但是它可以賣的價格 可能可以好幾倍 那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它有一些附加價值 這些附加價值在消費者的心目中 它認為是重要的 那這些重要的附加價值 是會讓消費者願意付兩倍到三倍的價格 去買這樣的商品 所以相對而來呢 它的獲利率就會比同業的競爭廠商要好一點 獲利率 那另外一種所謂的低成本領導策略 那我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說 如果說你的商品成本比競爭對手要低 那你非常有可能採用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你的商品的價格就會賣的比你的競爭對手要便宜一點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要這樣做的理由 是因為你要擴大消費者的一個基礎 你希望就是說吸取比較多人來買你的商品 所以你犧牲了個別商品的獲利率 但是呢你會薄利多銷 你賣的產品的個數就會比較多 所以呢非常有可能在你降低價格以後 你得到的總利潤是比較大的 你賣的總利潤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就可以跟各位解釋一下 經由我們對於財務比率的一個探討 我們知道說要達到一個好的投資策略 那你就要著重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呢就想辦法去發掘你的商品 是否有一些品牌的優勢 是否有一些消費者的一個忠誠度 那要增加品牌的優勢 消費者的忠誠度 那我們舉例來講 就像最近剛發行的Apple的iPhone 5 那Apple的iPhone 5事實上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報章雜誌上面 電視報導上面 他的那個評價 就不像很前面的那幾種商品那麼驚豔 那不是那麼驚豔的情形之下 那為什麼蘋果迷還願意去排隊 而且在第一個週末就買了 一兩千萬支的一個iPhone 5 那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他有顧客的忠誠度 因為他的商品一推出來 在他的所有的消費者的心目當中 他就是想要的 所以不管他的產品是不是 如想像中那麼好 只要他產品推出來 人家就願意發比較高的價格去買 這個就是產品化 產品差異化的一個競爭優勢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像各位熟悉的亞馬遜網路書店 那你在網路書店上面買書的話 他的價格是比較低的 那你很可能會想說 那為什麼他願意把他的價格降低 那我們知道亞馬遜網路書店 他是網路上面買書 所以他不需要有實體的店面 不需要有存貨 不需要有那個人員在那裡 你要知道說亞馬遜網路書店 他一年所賣的書 可能抵得過幾千家幾萬家的一個 實體網路書店所賣的書 那你想想看他沒有那個實體書 實體書店那個店面的成本 跟人事的成本 跟存貨的成本 那對他來講是很節省的 所以呢 因為他的成本節省之後 他願意降低價格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顧客的一個基礎 就可以遍佈全世界 那當然他引起了一個競爭的一個結果 就是非常多的實體網路 實體的書店 可能就因此要被迫退出市場 OK 所以呢 那個就是以 資產中轉率為主的一種競爭策略 那我們也把它叫做是 Low Cost Leadership 那有關於這些競爭策略 有關於這些競爭策略跟財務報表之間的關係 那除了財務報表的資訊之外 那個很有可能 你們如果有意義 要去參考的話 你可能可以去找一下 那個 在1980年代 那個Michael Porter 他又出了一本書叫做 競爭策略 那競爭策略的那本書呢 是有史以來可能 大家認為就是說管理方面的書 排名前十名的 他對於管理學界來講的重要性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到圖書館去找一找這本書 他有把這幾個競爭優勢的一個 內涵到底是什麼 怎麼樣去衡量說那些內涵存不存在 那這些很可能大家可以去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談到一個圖表 也是那個Michael Porter的那個 競爭策略裡面所講到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再簡單的講一下 企業的最高的一個目的在追求 股東報酬率的最大化 如果就我們那個圖表來講 就杜邦等式分析來講 那你如果要追求股東 報酬率的最大化的話 你可以從兩個區塊去著手 第一個就是從所謂的營運策略 或是所謂的投資策略 你要選擇怎麼樣的一個生意 這個生意能夠帶給你一個 好的一個經營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 所謂的Business Model 這個Business Model 能夠幫你做一些營運上的 產生一些 要不是所謂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要不然就是低成本的領導優勢 然後能夠讓你的資產報酬率 比同業競爭廠商要好 那這是所謂投資策略方面 那當然融資策略方面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講 我們怎麼樣有效率的利用 我們的舉債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投資方面的一個效率 能夠經由我們財務槓桿的作用 然後讓股東報酬率可以更高一點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要追求最高的股東報酬的率的話 就必須要去著重在這個資產報酬率的優勢上面 跟財務槓桿的配合上面 好 這個電池是快要沒電了 你要去幫我借一下 他說要拿麥可保護桿 他說要拿 你去跟他拿另外新的一支 你說陳老師要的 哪那麼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有講說 企業的競爭優勢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 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另外一個是低成本的領導的優勢 那事實上這兩個競爭優勢呢 會有一點替代性 所謂的替代性就是說 一旦你要讓你的消費者 感覺到這個商品 它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使用這個商品 你會有一種優越感 你會有一種滿足感 那當然這種商品的持有者 就不可能滿街都有 對不對 比如我們舉個例子 當然這邊提到 任何的商品廠牌 不是在幫他們做廣告 大家都有聽說過一些名牌包 那名牌包來講一樣是包包 對不對 可是它的價格非常貴 那所以買得起的人 事實上很少 那非常有可能 這個商品的一個出產者 他也希望就是說 利用這個高的定價策略 然後去證明它相對在產品上的一個優勢 然後他也希望就是說 就是因為價格高了以後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 那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話 那非常有可能 就會讓一些人 可能會比較羨慕一點 持有的人就能夠比較尊貴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如果採用產品差異化策略的 它的獲利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的周轉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所謂周轉率當然就是說 在單位時間裡面 你對這個產品的銷售 可能稍微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看喔 名貴的轎車 它之所以會是名貴 會讓人家覺得很稀息 就不能買街都是這樣的轎車 對不對 那名貴的服裝 名貴的包包 它之所以讓人家覺得會羨慕 讓那些使用者會覺得 他有尊容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不能滿街都是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屬於產品差異化策略的 它的產品的周轉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OK 那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說 如果你的產品是以低成本領導策略來講的話 那理論上 它的資產周轉率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呢 它的獲利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薄利多銷嘛 對不對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像小吃店 小吃店它很多的都 很多的小吃店都明瞭了小吃店 它事實上很好吃 可是你會覺得就是說 他好像不肯賣太貴 因為賣太貴的話 想去吃的人可能就會減少 所以呢 他很可能就利用薄利多銷的一個心理 也利用就是說這個 小吃店嘛 反正它的消費的過程就非常的快 所以他一家固定的店面 一個晚上就可以做好幾輪的客人 OK 所以呢 他就靠著比較低的獲利率 就是說 每一個單位賺比較少的錢 但是我賣比較多的單位 所以我的總利率很可能還是會有不錯的表現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跟各位講就是說 ROA它可以化成單一的獲利率 單一商品的獲利率乘上 你在這個單位期間裡面 賣出去多少單位的一個周轉率的一個指標 就像說 一部車你能夠賺多少錢 然後呢 你再衡量一下說 那我在這一年裡面 我可以賣出去多少部車 名貴叫車的話 是一部車他賺的錢比較多 但是一年裡面呢 他賣的車的量數就會比較少一點 那一般的國民車來講 每部車他賺的錢比較少 但是呢 他可以賺 他在單位時間裡面 可以賣的比較多量 然後所以呢 至於哪一個競爭優勢 或是哪個競爭策略 對公司來講 是你挑選的business model 或是你覺得 對你永續經營來講 是比較有利的 那你就可以挑選那樣的business model 倒不一定就是說 產品差異化策略 一定比低成本領導策略要好 或是比較容易賺錢 或是比較容易經營 這都不一定 那當然要經過時間 過去以後 我們再來看看說 哪個競爭優勢 適合哪一種產業 比如說我們都可以找到 非常成功的例子 像Apple來講 他就是產品差異化策略 像亞馬遜網路書店來講 他就是低成本領導策略 那他們都做得很成功 股價都非常的高 最近兩家公司股價 都在歷史新高點左右 那也顯然就是說 不同的策略 都可以適用在科技 跟消費產品上面 那所以 就看看說 你選擇這個經營模式的時候 是不是最適合你 好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 我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這兩個東西 它是有一點點 所謂的替代性 你如果選擇 高獲率率的 那你就要犧牲周轉率 選擇高周轉率的 那就可能要犧牲獲率率 但這兩個東西 並不是一定 一定要是這樣子 有沒有公司是說 我在維持我的品牌價值之下 我能不能多 銷售一些商品 OK 那這個概念 並不是完全就是說 一定要衝突 那蘋果來講的話 我相信他 in the long run 他也希望說 所有的人 都變成他的愛好者 儘管他的個別商品 可以賣比較好的價格 那我們舉例來講 像各位熟悉的 鼎泰豐 鼎泰豐他理論上 應該算是 產品差異化的一個競爭優勢者 但是他現在有沒有再多開分店 他不一定要這樣價格 他可以增加周轉率 那鼎泰豐各位也可以 稍微的想一下 就是說 他原先就只有餐廳而已 但是如果各位有去注意一下 就是說 鼎泰豐自從蓋了中央廚房以後 也就是說 他有個中方食品的一個 一個製造的一個工廠 那他開始也在做一些 不同管道的一個消費的一個通路 OK 比如說 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鼎泰豐在中秋節 在端午節 甚至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他會推出一些年菜 那他會在一些量販店 或是一些零售商 去搭賣他的一個年菜 那這個東西就是增加所謂的 周轉率 因為他 中央廚房在那有沒有 固定的投資 可是他增加了Sales 各位如果看一下 周轉率的公司是Sales除以總資產 對不對 所以在總資產 理論上固定不太改變的一個狀態之下 他增加消貨量 他就是增加了所謂的周轉率 那所以鼎泰豐呢 在擁有他的品牌的優勢之下 擁有很好的獲利率的狀況之下 他想要增加他的周轉率 那可不可以追求這樣的目標 當然也可以 所以他不是完全是 一定要說你一定要去犧牲另外一個 來追求另外一個優勢 必須要犧牲另外一個優勢 他倒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真的管理的天才 或真的創業的天才 他就是要想辦法說 去擊敗大家 傳統的固有的想法 你一定要犧牲一樣優勢 去追求另外一樣優勢 有些人都可以從時 追求兩樣優勢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當然我們這不是管理的課 但是理論上 所謂的那個 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到底是什麼 那麼舉個小例子好了 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家火鍋店 那一家火鍋店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經營蠻慘淡的 生意並不好 那後來呢 我們根據這一兩年的看法 他幾乎不管是夏天或冬天 他幾乎每天火鍋店都滿滿的 那如果平靜的論 像陳老師是吃火鍋的一個專家達人 你說他們家的火鍋真的是很不錯嗎 其實還蠻好吃的 但是不是那麼overwhelmingly 就是說你可以得到 每天都是滿堂彩的那樣的顧客 那我覺得就是說他們有推出一樣 別人沒有的東西 就是在那個火鍋店裡面 他有一個雙麒麟的製造機 然後他們非常強調說他們的雙麒麟 一定要用最好的牛奶 然後現場去做成雙麒麟 那各位如果仔細去分析一下 這很可能是一個 不是非常高的一個投資 但是會讓這一家店 會成為說所有人心目中 一家很好的店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所有去吃火鍋 非常有可能都是家庭 那雙麒麟這個東西是小孩子跟大人 共同都喜歡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好玩就是說 很少人去copy他們的競爭優勢 因為就是有這個雙麒麟 他在所有消費者的心目中 他變成是一家非常特別的店 除了吃火鍋以外 大家又可以潛藏一下他們的雙麒麟 就是說他有一種加值型的一個商品在那裡 讓人家覺得說這家火鍋店 跟其他的火鍋店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後來歸納一下就是說 所有的我們認識的人 之所以到那家火鍋店 其實很少人說 因為是他的火鍋 讓我想一去再去 而是因為他的雙麒麟 讓人家想一去再去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火鍋又跟雙麒麟又扯上關係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有些競爭的優勢 事實上是你有畫龍點睛之妙 OK 那所以這家火鍋店 經營得非常成功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說像那個雙B轎車 或是我們認為說 Apple 他的那個iPhone的手機 或是iPad的平板電腦 你好像會覺得就是說 是不是一定要有非常高的科技 非常高的資金 非常好的人才 才能夠創造出來 這個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可能在某一些行業裡面 是真的這樣子 但是你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常常會覺得說 有些我常去的餐廳 有些我常去的店家 他讓我的感覺不同 他的感覺不同 很可能就是小小的雙淇淋 很可能就是那個老闆 非常溫和的 那個對待客人的方式 當然你們有一些年輕人 很可能就說 這家店有個帥哥美女在當店員 所以很多人就想去 那這些東西 事實上都是 創造附加價值的一些做法 然後他會讓客人感覺說 我今天去買的這個商品 有一些附加價值 是別人沒有辦法取代的 所以他就有一些 加值型的一個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會有某些餐廳 有些店家 雖然他的東西 稍微賣得比較貴一點 但是你願意去 因為你覺得他的商品 跟別人不一樣 這就是所謂 產品差異化的一個策略 好 那當然我們說 產品差異化的策略 事實上 在文獻上面 會被探討的是 比較多一點 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在科技業 我們的一些 大家崇拜的 尊重的一些前輩 比如說 施政農 李坤耀他們那些人 他們就在想說 我們要追求品牌 因為 相對於品牌的話 是因為台灣的公司 工廠做了非常多的代工 那代工的話 事實上就是 無名的工作者 因為他做出來的 東西都是別人的 他沒有自己的品牌 那各位當然也知道 好的那個電子商品 跟平價的電子商品 很可能在內心目中 的差別就是一個品牌 你可能 無法想像到說 像是那個筆記型電腦 你如果仔細去探討一下 任何一個國家 搞不好都有一兩家廠商 在製造筆記型電腦 可是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你可能熟知的筆記型電腦 就是HP 就是Acer 就是Asus 或是那幾家 大家聯想 或是戴爾電腦 那可是 除了這幾家以外 難道就沒有人做 Nodebook Computer嗎 其實有 每個國家幾乎都有一兩家 有一些小 小牌的一些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些有品牌的東西 讓你感覺比較安全 比較穩定 所以你願意付比較高的一個價格 OK 所以通常這些公司 會花非常多的錢 去做它的形象的維持 或是做不斷的創新研究發展 只是為了維持它品牌上面的優勢 那我們這邊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一本書 就Michael Porter的1980年的競爭策略 那這個競爭策略裡面有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它事實上是一個蠻動態的一個概念 它基本上就告訴你就說 一個商品一旦具有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時候 這個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不是永遠不變的 OK 通常來講 這是一個自由的一個社會 當你有一個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的時候 你的競爭廠商也看得到 或是一些原先不在這產業裡面的人 他看到你成功的business model 他可能想要模仿你 OK 那一旦他想要模仿 或是你有一些競爭廠商也採用 相對應的相同的一個競爭策略的時候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那我們其實就很想來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當然我們這不是管理的課 所以我們在分析這個東西的時候 只能舉一些簡單的例子 那各位如果真的對這個競爭優勢的分析 有興趣的人 那我們管院有非常多的老師開產業競爭分析 然後也開一些策略分析的課 那這些在他們課裡面一定會有更多的講解 跟更多的個案會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這邊其實就要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獲利性就是大家所謂的那個產品 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它事實上會跟這個產業的競爭程度的高低 有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你所處的產業 是一個競爭程度非常高的產業的話 那通常你具有所謂高的產品 差異化競爭優勢 或是高的獲利率的一個廠商的話 它可能會很快的就會 這個競爭優勢就會變不見 OK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想說 那怎麼樣的一個產業 我們會認為它是競爭程度 比較激烈的產業 那Michael Porter那個 我剛才所提到的那一本書 比如它提出五個向度 五個dimension 你可以去判斷說 你現在所處的產業 是不是一個競爭程度非常激烈的產業 如果它是競爭程度非常激烈的產業的話 那你的高的財務績效 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會變不見 那如果你是處於那種產業的話 那你如果是那個廠商的話 那你就要不斷的創新 不斷的去開創出來 你的消費者喜歡你的新理由 OK 所以你今天才會想像到就是說 為什麼蘋果的iPhone 或是iPad 每隔不到一年 就要推出一個新的商品 那是為什麼 如果你的旧版商品一直放在那裡 那你的競爭對手會不會模仿 或想辦法去超越你的旧版的商品 當然會 所以它要怎麼樣 它很快的提出一個新版的產品 這個新版的產品的優點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你的競爭對手 就不斷的在後面追趕 然後你不斷的在剪面炮 然後你才會創造這個 持續不斷的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所以我們這邊就簡單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怎麼樣的產業呢 是那種財務績效 比較容易消退 然後或是說它的競爭又是比較容易消失 如果你處於這個產業的話 那你真的要學的做的就是跟蘋果一樣 不斷的創新 不斷的推出新商品 那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產業 第一個你要去看的就是說 有沒有潛在的競爭對手很容易進來 那在我們管理學上面 我們事實上有兩個 兩種說法 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要去看這個產業的進入門檻高不高 產業的進入門檻高不高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在你們小時候 你們小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生出來了沒有 曾經有一段時間 普世蛋塔非常的風行 對不對 那時候要去買一盒普世蛋塔 很貴很貴的普世蛋塔 因為在十來年前 十來年前 普世蛋塔的那個價格 一個人要三十塊錢左右 那當然你考慮通過膨脹率 那時候的那個普世蛋塔很貴 你要去買一盒 每個顧客只能先買兩盒 然後他排隊要排 到台北車上的那個好幾個Block OK 然後要排隊 還買不到 你很可能花三四個小時 去買一盒普世蛋塔 所以如果在那個時候的話 依照當時的狀況 普世蛋塔應該是一個 具有所謂的一個 競爭優勢的一個商品 但是呢 很快的在兩年內 這個商品 就變不見了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為什麼變不見了 那你今天就仿佛一句話 就是說製造蛋塔或製造膏 這個東西它的進入門檻高不高 其實它並不高 並不高 也就是任何有麵包店 烘焙坊 那它只要足夠的一些器具 那當然你要有很好的一個研發者 就不斷地去試它的商品跟味道 所以你非常 可能可以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推出類似的商品 而且用比較低的價格 去跟原先的領導者去競爭 那因為進入門檻不高 很多人都可以嘗試去試試看 當然很多人失敗了 那只要少數幾個成功的人 去跟它競爭 那你就發現說 它的獲利性 就很快就會消退掉 那第一個 就是說你去看看 它有沒有很高的進入門檻 那第二個你看一下 像台積電 台積電做專業經驗代工 它的進入門檻高不高 它是高的 第一個它要很高的資本 第二個它要有很好的技術 OK 很好的高等研發人才 在它的公司裡面 所以不是任何人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可以去籌設一家跟台積電一樣的公司 來跟它競爭 OK 所以呢 我們的進入門檻 不同的產業 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它的財務績效 就有不同的表現 像台積電的財務績效一直很好 它的毛利率一直都是高達百分之五六十 那你說 哇賺那麼多的錢 那為什麼我們不去模仿台積電 那不容易 進入門檻高 那很高的資金的需求 很高的人力資源的數值 那不是任何公司可以進來的 就進入門檻 那當然有一些不是說很有形的進入門檻 但是呢 它很可能潛在的競爭者也不太敢進來 那就是所謂的 那個你進入這個產業以後 會不會得到非常強力的報復 因為有些市場它沒有明顯的進入障礙 但是已經在那個產業裡面的人 它的財力雄厚 它的反擊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一般的競爭者 不敢輕言進入那個領域 去跟他競爭 OK 那如果具有這樣的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那潛在競爭者進入的可能性也會比較低 那所以它的那個所謂的那個潛在競爭者 如果不能進來的話 那它的產業的競爭度就不會那麼高 產業的競爭度不會那麼高呢 它好的財務績效就能夠持續維持 它相對的優勢 不過我們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說 我們在講的是經濟學的短期的概念 因為經濟學in the long run 就是說時間如果拉的非常長的話 理論上那個的競爭優勢都會消退掉的 你如果持續不動 那當然我們會知道 廠商會不斷的研發不斷的創新 所以這個相對上的概念來講 這個in the short run 就可以稍微比較長一點 維持這個競爭的優勢 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由潛在競爭者 容不容易進入這個產業去判斷這個產業的 那個領導者 他的財務績效是不是會很容易就會被稀釋掉 第二個 你要看現有的競爭者 在這個產業裡面的敵對狀態 那如果敵對狀態非常的激烈的話 比如說你的產業的廠商都是規模相當 技術相當 然後擁有的市場佔有力也相當的話 那代表這個幾個產業的競爭者 都有非常大的力量跟對方去競爭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看到說 會有那種割喉式的競爭會存在 那為什麼呢 因為各大廠商都不願意退出這個市場 他可能已經投資非常大的資本在這個產業裡面 所以呢 如果有任何一方想要藉著任何的一個競爭策略 去跟對方搶市場上有力的話 那你一定會想像的出來說 另外的一方也會用盡所有的資源跟你去競爭 那我們舉例來講 像台灣的家電的冷氣機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冷氣機來講 大致上有幾個大家熟知的品牌 有日立啊 有東元啊 有大同啊 還有一些大金啊 或是怎麼樣大家的品牌 那這些品牌的話就是說 沒有任何一家品牌它是佔有絕對的領導優勢 OK 而且每一家的那個商品背後都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集團企業在後面支持 那所以呢 各位當然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說某一家冷氣廠牌 他說 這個消費者如果在四月底之前 裝設我們的冷氣的話 那我們除了幫你裝好 一台很好的冷氣 那我們還會怎麼樣 我們還會送你家電 五選一啊 或四選一啊 或甚至可以抽機票到哪一個國家去玩 那只要一家商品 做出這樣的一個競爭策略 競銷策略的時候 你另外一家公司 也會採用相當的策略 OK 廣告都打得非常的兇 那各位當然知道 廣告打得很兇 它能不能把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它也不敢 因為其他的那個廠商也會做同樣的一個 競爭策略怎麼樣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現有的敵對廠商 彼此之間競爭非常的激烈 所以呢 你的一旦在這種情境之下的話 你的財務績效就不太可能會好 因為你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利用你的資源 想辦法去跟你的敵對廠商去做競爭 所以你很可能會有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就會不高 OK 然後第三個dimension就是說 你的主打的商品 有沒有潛在的一個替代品會出來 其實在這個年代講這個概念是特別好玩的 我們舉例來講 像以前來講的話 大家都知道有CD Player 那現在好像很少人真的 這個背包裡面還會放的一個CD Player 去放某某人的歌曲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有MP3 對不對 MP3可以用非常小的空間 可以放更多的歌 對不對 你的iPad 你的iPhone裡面很可能的歌曲就是 幾百首幾千首 你還需要去放CD Player嗎 不需要 所以CD Player 原先的那個競爭的一個商品來講的話 那自從手機 自從那個MP3出來以後 那它是不是整個財務績效就變不好了 那當然各位也知道 像柯達 柯達事實上說真的 我是學管理的人 學管理的人從 我從197080年代學管理 那在我的想像當中 柯達就是一家非常優質的廠商 可是 現在柯達 還在不在 那 因為什麼樣 因為他們是做軟片的 OK 去做那個 照相機的一個底片 然後他們也真的技術非常的好 可是 你應該要知道 就是說 那些傳統的廠商 不管是柯達啦 或是派利德 那這種數位相機出來之後 他們這個 照相的產業 也就變得非常的慘淡 OK 那事實上來講呢 說真的 你要哪邊冒出來一個 substitute 哪邊冒出來一個替代品 其實我們都很難知道 比如說像 那 把柯達幹掉的那個數位相機 那今天他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為什麼 因為幾乎所有的手機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照相功能 你還難想像說 現在的一般的手機可以有 八百萬數 八百萬的畫素 因為 現在數位相機最好的就是一千多萬畫素 可是他已經到八百萬的畫素 那以前當然你說數位手機可以連拍 或怎麼樣 那好幾種手機都可以連拍了 OK 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因為 人們不可能天天帶著照相機出去 可是你要天天帶著手機出去 是可能的 所以慢慢的數位相機 是不是也會 被替代掉 那也就是說 你要知道 如果你所除的產業 隨時可能冒出來一種替代品 然後能夠把所有的產業版圖 重新改寫的話 那你這個 你如果是除了這樣的廠商 你沒有變通 你沒有新的發展的話 那你的財務績效很可能就變不見了 OK 很可能就變不見了 所以你要看看 我們先談了三個東西 一個 一個呢 你這個產業有沒有潛在的 進入的威脅 第二個 你產業本身是不是有敵對的狀態 非常的 對抗激烈 第三個就是說 你這個產業的主打商品 會不會有替代品 如果這三個 認可其中一個yes的話 那你會發現 你這個產業的財務績效 雖然目前是好的 但是以後可能會變不好 另外我們再來談兩個東西 第一 上下游的廠商 上游的廠商或是下游的消費者 對你這個產業有沒有溢價能力 OK 對你來講有沒有溢價能力 那我們在這邊剛好可以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好 那如果你是中間 你有上游的產業跟下游的產業 上游的話是供應商 那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 Personal Computer或是Notebook 就Personal Computer或是Notebook 那是不是你有上游廠商 上游廠商大致上就是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呢 是處理器 Micro Possessor 那我們目前來講 絕大部分的那個電腦 他用的是Intel的Possessor 然後他另外有個作業程式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可能用的是Window的 Window的那個 就是Microsoft的Window的作業系統 OK 那也基本上因為大家消費者所期望的 就任何一部電腦是跟著這兩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電腦的製造廠商 那你如果希望你的電腦要賣得出去 那你就非常 沒有辦法去避免的就是要用Intel的處理器 跟Microsoft的一個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那所以通常來講 因為幾乎每部電腦都需要有這兩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上游廠商對於個人電腦來講 他就展有主宰的力道 比如說我產品規格的發展 或是產品的價格 或是我產品的什麼東西 都非常受他的上游廠商的一個影響 OK 那當然你會講說上游廠商如果賣我很貴 那我就把它轉嫁給消費者 那不就得了嗎 OK 那今天個人電腦又處在一個很微妙的一個狀態 那雖然上游廠商對他有溢價能力 但並不代表就是說同樣的你製造商 你可以對消費者有同樣的溢價能力 也就是說我就是賣方市場 你要買就買不買的話你沒東西用 看起來也好像不是這樣子 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在我們現在的personal computer的市場裡面 我們消費者雖然是分散獨立的 但是somehow他們有一些溢價能力 那他們的溢價能力怎麼來的呢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電腦廠商的消費者 是非常manageable的 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價格 性能跟他的規格 所以任何一個要去買電腦的人 他事實上都會貨比三家 所以哪一個製造廠商他如果賣貴了 或是他的產品呢沒有像另外的商品那麼的share 尤其像我們今天就有非常多的評論報導 非常多的那個科技的一個看物 他任何一個新商品出來 他馬上就跟你講他的規格 他的功能他的好處他的壞處在哪裡 所以所有的廠商他都有溢價能力 所有的消費者他有溢價能力 哪個東西賣貴了哪個東西製造不好 他可能就不去買 ok 然後我們再講另外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各位現在大家都懂得去揪團去買東西 揪團去買東西是什麼 消費者他在購足他的溢價能力 如果你今天跑到一個廠商跟他講說 我要跟你買東西 我有三百位同學跟我一起要去買你們哪一種商品 那這個商品呢 我能不能有比較好的價格 然後我們再舉個例子 亞馬遜網路書店 他每一本哈利波特出來的時候 透過亞馬遜網路書店很可能都會賣出去一千萬本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亞馬遜書店 你跑去跟哈利波特的publisher 你去講說我要跟你訂一千萬本的哈利波特的書 請問你要給我多少折 那如果你是那個供應商的話 你會怎麼樣給他一個價格 他有沒有溢價能力 有 他有非常好的溢價能力 那剛好我們的個人電腦的廠商上下游都對這個 這個中間者會有溢價能力 所以呢 我們就逐漸從各位大家熟知的 那個個人電腦的一個產業來講 他的獲利能力就慢慢慢慢的消散掉 那現在據說大概只有品牌的前三名 可能還有一些利潤可賺 那就是HP Acer跟戴爾電腦 可能這前三家的商品還有的賺 其他很可能都屬於虧錢的狀態之下 OK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所謂的這個產業競爭架構分析 去分析一下一個產業的競爭程度 是不是非常激烈 如果他是很容易非常激烈的話 那代表他的財務績效不可能會維持在很好的狀態之下 時間太久 那當然站在場上的立場 他可以突破 讓他自己產生新的優勢 或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因應的策略可以出來 那我們希望我們下個下節課可以再多講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剛才就是說了一下 說 說 理論上來講 所謂的產品差異化領導的那個優勢 不會永遠存在的 因為就經濟學的一個道理來講 就是說 你有比較高的獲利率 而且你有超核的利潤 那其他的廠商就會想要跟你競爭 模仿你 或是做的比你更好 然後希望也能夠賺取這個超核利潤 所以我們在經濟學院當中會講說 在長期的前提之下 任何的生產要素 都可以自由的移動 那也就是說 在長期的前提之下 其實所有有獨佔利益的產業 都會變成是一個完全競爭的產業 OK 所以依照我們這樣的認知來講 你會知道就是說 獲利性高的產業 他的獲利能力 可能會經由時間的過去 他的優勢慢慢變不見 然後他的財務績效 如果用獲利性來衡量的話 也會慢慢的消退 那當然這是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其實也要跟各位想到就是說 其實一個企業 他在乎的 不在於就是說 他每一個單位產品 他賣的 他賺的錢 是不是一直都維持這麼高 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產業 他是懂得調整的 那我們上禮拜也稍微講過說 當iPod剛出來的時候 他賣的價格很高 但是他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賣便宜了 那各位也知道說 我們之前 好像個人電腦是賣的比較貴 手機一剛開始也賣的比較貴 後來也賣的便宜了 那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 當然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競爭增加了 大家都在價格上面做競爭 所以呢 相對上面來講 都會 價格會往下調 那價格往下調 大家再問一個問題 那他們還能生存嗎 那這個答案當然 有些產業來講 他會生存還好 有些產業很可能就被迫 退出這個競爭 那我們在這邊要提到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 你可能在 我們先看下一頁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看這一頁 就是說 in the long run 在長期間來講 profit margin 會因為競爭的一個因素 逐漸往下調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是要花時間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是經理人 你一定非常知道 公司的獲利能力 經由競爭的關係 逐漸往下走 那你是經理人 你會怎麼樣 當然經理人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他可以去做 就是說 在你競爭優勢 沒有完全消失之前 也就是產品化 產品差異化 競爭優勢 就是沒有完全消失之前 你就應該要 力圖 一些管理的程序 然後想辦法去增加你的周轉率 我們說過ROA等於這兩個東西相成 對不對 那站在你是一個經理人的一個立場來講 你知道這個 產品商業化競爭優勢 也就是說 財務績效 也就是說獲利方面的指數 會逐漸往下提 那你就要想辦法去提高你的 Aset turnover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事實上 有些廠商已經在做了 比如說我們說鼎泰峰 當然各位知道鼎泰峰賣的包子 一直到目前為止都還有 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有差異化的一個可能 但是他在差異化的競爭 又是沒有完全消失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在做什麼 增加資產周轉率的一個做法 OK 增加資產周轉率的做法 也就是說他利用 他的中央廚房降低成本 或是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廠商可以用的 就是說 他可以去找一個比較穩定的來源 原物料的來源 或是去找一些很好的一個 一個製造的流程 或是我們甚至可以講就是說 有些廠商他是著重在存貨管理 各位當然知道存貨是什麼 存貨是資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對一些代工廠商來講 存貨很可能是他們一個很大宗的一個 一個資產的一個項目 或是說我們的零售業 我們也知道說我們的零售業 最重大的一個產品項 就是在他們的inventory上面 那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剛才有講 賣個人電腦的製造廠商來講 他的上游廠商跟下游廠商 對他來講都有溢價能力 所以他的financial performance 就是他的獲利能力 逐年就往下跳 在逐年往下跳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個人電腦行業 他就極力想要在我們的asset turnover上面 想辦法去改善 想辦法去改善 他如何改善 他改善的一個方法有幾個 第一個來講的話 他不斷的推陳初心 不斷的推陳初心 各位要知道以前 每個家庭在用電腦 你們家庭很可能跟我們家庭 有同樣的一個經驗 家裡很可能有好幾個人 可能只有一部電腦 所以大家用電腦很可能要排隊 要分時間對不對 可能你們兄弟姊妹還在那邊搶來搶去 OK 那今天我們的個人電腦 他有一個能力 就是說他不斷的在推陳初心 那也就是說 他可能在過不長的一段時間 他要推出一個新的版本的電腦 然後這新的版本的電腦一定會有幾種特性 第一個 他的功能一定比舊版的電腦要好 功能一定比舊版的電腦 速度一定比較快 能夠做的事情一定比較多 第二個特點 他的價格一定比舊版的電腦要便宜 OK 他的價格一定比舊版的電腦要便宜 所以你就會想就是說 如果說我的電腦用到某一定舊的一個程度的話 那今天有一個新版的電腦 他又比較powerful 那又比較便宜 他會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我現在去換機 是一件華得來的事情 OK 或是我們如果說推出的新的電腦 有一些新的功能 是舊的電腦是完全沒有的 那你就必須要去換 OK 所以呢 你或許就可以感覺得到 以往我們在換電腦的頻率來講 很可能是三四年換一部電腦 可是今天你很可能一兩年就換一部電腦 以往電腦很貴的時候 整個家裡只有一部電腦 可是你會發現說 當電腦變成很便宜 變成是一個名聲必需品的時候 不僅是說 家裡可能會有超過兩部以上的電腦 甚至我們來講說一個人可能會同時擁有好幾部電腦 那當然陳老師來講 我有我的notebook OK 我有一個iPad 我家裡也有一個桌上頂電腦 辦公室也有一個桌上頂電腦 所以你可以發現得到就是說 平均每人消費電腦的時間 換機的時間 或平均每人消費電腦的個數 可能是越來越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在我們一般來講的Total Asset 沒有太大的改變之下 但是因為平均每個人 換機的速度比較快 或是消費電腦的個數比較增加了 它是不是有創造出來Sales OK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電腦的一個促銷的展覽 這種促銷的展覽 或是給你有一點優惠的感覺 讓每個人都好像覺得就是說 它更樂意去換機 那創造出來比較高的消費額 所以在固定資產不變之下 消費額增加了 那是不是資產周轉率會增加 這是Oberwell對整個產業來講 它是有做到這樣的提升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買電腦 你很可能進入一個展示中心 然後你可能就挑了一部電腦說 這部電腦我蠻喜歡的 那我能不能現在就拿著就走 那當然有些 有些廠商它是馬上就有那種ready的產品 但是有蠻多的廠商它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邊只是陳列的是展示品 那這個陳先生你如果要電腦的話 那我們會幫你裝設必要的一些陳式以後 兩天以後送到你的 送到你的辦公室 然後示範給你用 那你會覺得兩天OK 所以你就說好 那我先付錢兩天以後 那我再拿電腦 那這次代表什麼呢 代表所有的經銷商 它很可能都不激放存貨 不激放存貨 那你要知道經銷商存貨是它最大的資產 如果說所有的經銷商都不激放存貨 因為對各位來講 可能會慢慢感覺到一點就是說 其實科技商品來講 存貨它的價值會越變越小 也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一部手機 你可能價值兩萬塊錢 可能在年底的時候 手機可能一部只剩下一萬五千塊錢 所以你沒有理由去基存存貨 所以基存存貨是一件很風險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的經銷商有很好的物流系統 所以物流系統就是說 他跟他上油廠商 或是他跟他的那個聯盟的商店來講 他可以很快的就把商品 調到手裡來講的話 那他理論上就不需要基存存貨 OK 所以如果有很好的物流系統來講的話 那所有的經銷商他都不用基存存貨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資產周轉率的分母 就會變得很小 對不對 就會變得很小 所以他的周轉率來講 是不是會變得比較高一點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那個獲利的一個profit margin 會逐年往下調 但是如果任何一個商品 他有辦法在製造流程 他有辦法在存貨系統 他有辦法在那個原物料來源上面 獲得更有利的一個 更有效率的一個來源的話 那事實上他就可以 可以去提高我們的資產周轉率 提高我們的資產周轉率 那提高資產周轉率當然就是說 很多人的一個做法 很可能就是把工廠調到比較 人員比較便宜啦 或是那個人工比較便宜的一個地方 或是說有某項作業 他就不自己生產 他就找那個outsourcing 找別人幫他代工 對不對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降低成本 那降低成本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的獲利指數已經變低了 所以我只好從節省成本的一個來源上面去著手 所以你今天常常會聽到一種狀況說 鴻凱的毛利率已經不到8%了 可是鴻凱你覺得他還過得蠻好 企業還有在擴充 那他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他就到處到一些 可能比較便宜的地方去蓋工廠造 便宜的能力便宜的能源便宜的那個 然後他也去做非常好的存貨管理 做非常好的一些其他營運資金的管理 然後在多管齊下之下 他可以讓他的毛利率 在不斷的往下降的過程當中 他從低成本領導策略的那個著手 然後他事實上還可以維持不錯的一個資產報酬率 所以我們要看企業 看他的一個經營 看他的一個績效 跟他策略的轉移跟變化 可能稍微比較動態一點 那當然我們介紹了這個 這個杜邦等式分析圖以後 可以把我們的財務方面的績效 的一個要素 跟我們目前企業的一個競爭的一個動態 跟我們在第一週跟各位講的一個企業存在的目的 做一個最好的一個結合 那當然大家也比較能夠容易了解 原來我們當時在所講的 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你很可能可以具體而為的去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去想一些低成本的一個競爭優勢 或是產品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然後依序而上就可以追求比較好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因此就可以達到追求我們股東權益的最大化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些東西都把它串連在一起 也希望大家能夠比較具體的一個感覺說 當我們在學財務 當我們在學氣管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是有一脈相循的一個道理在那裡 而不是說只是在空堂一些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到底要怎麼做我不知道 我們事實上可以有一些賣入可循的 雖然我們這邊是財務管理的課 我們不琢磨太多經營方面的一個focus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管院的一個相關的課程 可能在這一方面可以滿足你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講完了以後呢 我們剛才講的是經營策略跟投資策略這一邊 那我們剛才有postpone一下 我們有關於融資策略的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我們就稍微比較晚再來講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剛才的右半邊 就是說ROE等於什麼 ROE等於ROA乘上1加上 舉債程度除以股東權益 那舉債程度除以股東權益 我們就把它叫做財務概概 它事實上是一個舉債比率的一個指標 也就是說你可能適當的要利用所謂舉債的程度 我們這邊就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然這個例子它是比較粗糙的 因為它沒有把稅的因素放在裡面 所以我們並不隱含說 我們真正的報酬率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這邊就可以很簡單來跟各位講一下 所謂舉債有什麼好處 舉債呢當然適當的利用舉債會讓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可以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這邊呢其實你可以記住一個要領 我們在財務管理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要領就是說 當你的資產報酬率如果大於你舉債資金成本的話 你舉債程度越高股東權益的報酬率越高 那前提是資產報酬率要大於指債資金成本 那怎麼樣的一個運作方式呢 我們這樣來講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假設我們舉債成本是10% 舉債成本10% 就是說你去跟銀行講好了 你借一塊錢呢 然後到年底的時候給它利息一毛錢 就是10% 那你借來的錢做什麼用 你借來的錢當然放到資產那一邊啊 那我們假設說我們總資產的報酬率 就是說你把你募集來的錢 你去投資在一個business上面 這個business每年幫你創造20%的報酬率 那我們說好了你跟銀行借的錢呢 你每年的利息是10% 但是你把它放在你的生意裡面 你的生意裡面每年幫你賺20% 那你的債權拿走的是固定的 那你就會問說 那我竟然賺了20% 銀行拿走的10% 另外10%到哪裡去了呢 那我們就告訴你 就到股東權益那邊去了 那今天股東權益呢 他自己帶來的錢 放在你的business裡面 他會賺20% 除了自己所賺的20%以外呢 他還把債權沒有拿走的10% 把它繼承了 接收了 所以他就會變成30% 那當然我們這邊舉的例子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 我們讓我們的舉債跟我們的自有資金是1比1 所以我們放在這邊以後 我們發現說 那資產報酬率剛好是等於什麼 舉債債權能的報酬率 跟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平均值 對不對 所以如果債權能拿走10%的話 那因為我們資產報酬率是20% 所以我們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是30% 所以加權平均以後就是20% 對不對 那這是如果負債跟業主權益是1比1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負債多一點 業主權益少一點 那同樣我們的資產報酬率也是20% 取債資金成本也是10% 也就是說我們的那個借款條件跟資產報酬率的條件完全不變 我們變動的只是什麼 這個負債跟業主權益相對的比重 那如果我們把它變成75%是來自負債 25%來自自有資金 那我們呢 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會變成多少 就會變成50% OK 就是說你只要資產的報酬率大於取債的資金成本 那你會看到說 取債的比例越高的話 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越高 所以我們這邊就把 取債這件事情叫做財務槓桿 財務槓桿的話就是說 你只要槓桿的利益到用對了 那你自有資金 你自己私利的地方就可以小一點 那你撐起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能夠高一點 OK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像銀行這個行業 銀行這個行業它的資產很大 對不對 資產很大 可是銀行這個行業它的資產報酬率其實不高 OK 可是你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投資當銀行的股東 各位知道銀行的絕大部分的資金來源是來自債權人 來自存款戶 存款戶的話就是銀行的債權人 所以銀行的自有資金其實都在10%以下 甚至有些銀行實質的 那個股東權益的比例就不到5% 那如果股東權益的比例不到5%的話代表呢 代表就是說它的財務槓桿就很高 所以雖然銀行的資產報酬率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由於它的財務槓桿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銀行的股東的報酬率 任何一個風險要素如果往不利的方向去改變的話 那它會有非常不好的一個結果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我們假設來講 很可能有一個銀行它的資產是一兆元 可是它真正的自有資金比例呢可能是多少 只有800億OK就是8%左右 那如果說一兆元的資產800億的一個自有資金 你只要資產面我們說資產面它很可能放在股票資產 有可能看到土地有可能放在很多的那個 business的放款上面這些都是它的資產 只要它的資產貶值5%的話 那它的那個自有基金就一下子就剩下300億 對不對OK 所以那是對銀行經營來講是非常有風險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來講的話 它的報酬率就可以很高 因為它不是靠自己的錢賺錢 而是靠債權人所提供的資金 債權人所提供的資金就是存款戶的存款 所以相對上來講你就會覺得說 有些行業它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是可以靠著財務槓桿這樣把它挺起來的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就是說 融資的策略當然就是適當的使用財務槓桿 那它的前提就是說 你一定要讓你的資產報酬率 一定要高於你舉債的資金成本 這樣財務槓桿才能work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所講的財務經理人的主要任務 第一個就是資產報酬率一定要高 對不對 你要挑好的business model 要挑好的投資案 你把資產報酬率都高了以後 因為決定以融資的資金成本 事實上是比較有資本市場決定的 而不是經理人能夠control的 所以經理人能control就是說 你care好的business model 造成比較好的報酬率 那如果說資本市場 讓你有幸能夠有很低的 那個舉債資金成本的話 那你就非常有可能會創造出來 很好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基本的構想應該就是這樣 那舉債也有可能的缺點 我們剛才是看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就是資產的報酬率 高於舉債資金成本的話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這個比較好的一個story 那我們看比較不好的一點 舉債當然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因為舉債呢 那當然你們各位都已經學過出塊 應該知道就是說 舉債會產生利息費用 利息費用呢 當然在你求算出來 營業上的盈餘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減掉利息費用 利息費用是 不管公司經營的成果 好或壞 他都一定要支付的 固定的財務費用 OK 所以呢 那如果萬一我的資產的報酬率 比較不好 那所創造出來營業上的所得 不夠高 那我很可能就會 我會沒有辦法去清償利息 那我會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邊再舉另外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是比較practical的 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剛才那個上一頁的投影片 是沒有考慮到稅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把相同的一個例子 然後用一些比較實際上的數字放進去 那我們就把它分為兩個公司 一個是沒有舉債的公司 就全部來自股東權益 我們說資產呢 總共是175,000 那沒有舉債的公司 那175,000呢 完全就是由什麼 由股東權益來自應 然後我們有另外 在右手邊的那個alternative 就是我一半是舉債 一半來自自有資金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舉債呢 設為10%的資金成本 就是利息是10% 那我們這邊呢 就假設 原先預定的狀況 預期的EBIT 預期的EBIT 就是我們預期的營運所得 所得稅大概20%左右 是三萬五千塊 是三萬五千塊 三萬五千塊 剛好是17萬五千塊的 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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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其實它的例子 就跟上面那個例子的 基本假設一樣 只不過我們這邊 把它放稅的 效果在裡面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所得稅的費用 百分之四十 可能有點高 因為這個 比較傾向於美國 過去的狀況 就是說你有營運所得稅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還要交那個 那個什麼 周的稅 或是聯邦所得稅 類似這樣 那總共加起來 很可能 稅率要百分之四十 OK 好 那如果是這樣假設 很簡化的一個假設來講 我們沒有舉債 跟有舉債的公司 在景氣情況好的狀態之間 因為景氣情況好 就是說什麼 資產報酬率大於什麼 舉債的資金成本 那就景氣比較好的狀態 那你如果有舉債的話 有舉債的話 我們來看這邊 有舉債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的ROE就會是百分之十八 這個百分之十八是什麼來 我們剛才不是說 那個 我們剛才那個 例子是百分之三十 ROE是等於百分之三 那是稅前的 那因為我們有百分之四十的所得稅 扣掉百分之四十的所得稅以後 我們的稅後的報酬率 就變成百分之十八 對不對 你如果完全沒有舉債 完全沒有舉債就是說 股東權益就會等於總資產 所以總資產的報酬率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股東權益的稅前的報酬率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股東權益賺的錢以後要什麼 要繳稅 繳掉百分之四十 那繳到百分之四十以後 百分之二十的稅前報酬率乘上一減掉百分之四十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稅後的ROE就變成百分之十二 所以在這緊記情況好的狀態之下 哪個比較有利 舉債的策略比較有利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原先預期的 那個百分之二十的報酬率沒有出現 我們突然碰到一個 全球的經濟不景氣或怎麼樣 那我們原先預期的三萬五千塊的 那個EBIT沒有出現 出現的只有多少 五千塊 五千塊如果相對於我們的總資產 是七萬五千來講的話 他的報酬率不到百分之三 就百分之二點多而已 那我們的舉債資金成本多少 還是百分之十 所以我們資產報酬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多 我們舉債資金成本百分之十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我賺的可能來不及我賠的 所以在舉債的狀態之下 你這邊有五千塊 EBIT有五千塊 但是我的利息費用是8750 所以我就會有損失 稅前損失是3750 那當然稅前有損失的話 就會得到一些 退稅 或是有一個扣底 那把退稅跟扣底的效果 考量進去的話 我的淨損 稅後淨損 就是2250 2250相對於你 股東權益的那個87500來講 他是負的2.6% 負的2.6%的一個報酬率 如果你不舉債的話呢 不舉債的話 我們還是有賺錢 五千塊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 他稅前的資產報酬率 等於2點多嘛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全部的資產 又是等於全部業主權益 所以你的資產的報酬率 是2點多 業主權益的報酬率也是2點多 但是你要繳稅嘛 扣除掉稅以後呢 你的那個稅後的報酬率 還是有震的1.7% 震的1.7% 那我這邊要你看的是什麼 從這邊的18% 震的18% 到負的2.6% 那絕對距離是多少 20.6% 對不對 那那邊是震的12% 到震的1.7% 他的絕對距離是多少 剛好他的一半 對不對 20.6%那邊剛好 12減掉1.7%是10.3% 也就是說 你如果有舉債的話 你的那個 股東權益報酬率的範圍 是會比較大的 有些對你有利 有些對你不利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不舉債的話呢 股東權益的範圍是比較窄的 那我們事實上 我們會在 後面的大概第五章的地方 跟各位講風險跟報酬率的概念 那我們這邊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你有使用舉債的話 你的ROE的範圍就比較大一點 大一點就是代表說 你如果有賺錢的話 有可能會賺很多 有賠錢的話很可能會虧很多 那你如果不使用舉債的話 就是說你賺的錢可能 有賺的時候是賺的比較少 但是賠錢的時候也會賠的比較少 那這種使用舉債以後 賺很多跟賠很多的這種可能性 就叫做風險比較高 財務風險比較高 因為它的變化的幅度比較大 這種在我們財務裡面 我們認為它就是一個風險的概念 所以呢我們舉債經營 它的好處是說 在某些前提之下 它可能會有一個財務槓桿作用 然後幫股東權益賺來比較高的報酬率 那它的潛在風險就是說 當如果不預期的財務困境 或是經濟困境出現的時候 有舉債經營的話 很可能會帶來比較差的財務績效 那也就是說 有舉債經營的話 可能它的風險 財務上的風險就會比較高一點 OK 那很可能會造成就是說 對於某些公司 如果遭遇到那種 比較逆境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公司 因為沒有辦法交出利息 還本金 很可能就會造成違憶的狀況 很可能就會造成公司經營 可能必須要被中斷 那如果造成那種狀況來講的話 那當然就是 有點划不來 OK 那我們剛好 今年我特意在我們的資本結構那一章裡面 順道也把那個財務困境 也就是說破產的那種可能新增的原因 跟可能解決的方案 我們也拿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講 我以前有些時候會講這個章節 那今年我們特意又把它拿回來講 就是把那個經營不善的狀態之下 那會有怎麼樣的一個不好的結果 也跟各位講 不要只講說 舉债有什麼財務槓桿的好處 然後不講說如果產生財務困難的時候 那公司會付出多少的代價 那很可能比較不平衡一點 所以我們兩個方向都要跟各位報告 好 那所以我們這一章就講到這裡 我們稍微做一下結論 結論就是說我們第一章跟各位講說 企業存在的目的跟經理人 他被賦予的目標 我們特別選擇的在財務經理人來講 那要選擇好的經營策略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去develop好的business model OK 然後適當的要利用融資策略 形成財務概念才能夠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說 這是兩個主要的一個前提 那當然在做好一個公司的財務管理來講 除了我們剛才所謂的好的投資策略 跟好的融資策略之外 還有必須要去做到好的分配策略 跟好的營運資金管理的策略 那各位到最後的話一定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這四大策略 融資策略 事實上是相互有關聯的 融資策略跟你的分配策略是有關聯的 你的那個business model 可能跟你的那個營運資金管理是有關聯的 我們剛才提到鴻海跟那個 他的獲利率下降的過程當中 他適當的增加周轉率 那增加周轉率 他事實上有蠻大一部分是透過營運資金管理來做到的 所以這些東西事實上都是相互有關聯的 那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經理人的目標 跟我們具體而為可以做到的一些策略 相互把它連結在一起 也希望大家在學財務管理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一個概念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要去看一下 我們的一個好的投資策略是要怎麼做 那這邊各位怎麼突然看到說 有一個跟我們要講說如何挑選好的投資策略 因為這個東西好像不是非常相關的一個主題 就冒出來什麼叫現金流量 金錢的時間價值跟現金流量的折限 那最主要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什麼叫投資策略呢 我們投資策略通常是投資一個很長期的一個資產 然後我們要去就這個資產的投資上面 去產生必要的一個績效 就是說對一家公司來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說想要投資要不要去蓋101金融大樓 那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101金融大樓它事實上是一個BOT的案子 那經營團隊跟台北市政府簽了70年的經營管理的一個合約 那你站在經理人的立場上面 你就要去評估 我如果蓋完101金融大樓 我當然在蓋101金融大樓的時候 我要投入很多的資金對不對 然後我蓋好了以後 我有經營權70年 所以我70年我可能要怎麼樣去經營 當然你會知道不是一剛開始蓋好以後 我馬上就全部的辦公空間全部都租出去 你很可能會有幾年要虧損對不對 因為辦公室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租出去 更何況101金融大樓真的蓋完的時候 事實上碰到經濟不景氣的一個情況 然後讓他的辦公室租出去的速度 比他原先想像的要慢很多 但是他當時不知道 所以呢 你如果站在經理人的一個立場 你就要去評估 我如果去把101金融大樓蓋好 我有70年 我會產生70年的盈餘或是現金流量 然後呢 我今天我必須要投入幾百億或上千億去 蓋這個101金融大樓 那我要去跟別人借錢 我要把我自己的資金投進去 那我到底呢 在這70年以內 我要去計算一下 平均這70年裡面 每一年的平均報酬率是多少 那這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非常不簡單的事就是說 因為今天這個投資還沒開始做 你就必須要去做分析了 比如說你蓋101金融大樓 你要花多少錢 你在做分析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錢 你很可能找幾家工程顧問公司 來稍微推算一下 說很可能什麼1300億或是1100億 你很想看說 那到底是1100億還是1300億 哪個比較準 可能到頭來兩個都不準 很可能是到頭來真的是1400億 或是1500億 可是你當時不知道 然後你說好我可以經營70年 那我到底每年能夠賺多少錢 其實你在分析的那時點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碰到經濟不景氣 你也不知道會碰到怎麼樣的事情 所以但是你還是要做分析 對不對 你還是要做分析 那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講說 那你如何在事情沒發生之前 把分析做準確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任何課堂上能教的 也沒有任何人說 我做的分析就是一定是對的 很可能決定你到底要不要做這個投資還 只是你當時的非常knowledgeable的一個直覺 就是說你在依照你的經驗領域裡面 你覺得這個直覺是怎麼樣 你就決定要做或決定不做 但是你在決定要做跟不做之前 你一定要看完這些資料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不再告訴你 如何把我的預測做準確 因為沒有人能夠教你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只是告訴你說 好 你如果要去做一個分析 你基本上要一個前提 你要把經濟學裡面 或是我們一般生意人 所遭遇到的一個問題 你要把考量進去 因為你這個投資案是70年期的 各位當然知道就是說 今天的一塊錢跟70年以後的一塊錢 也不一樣大 不一樣大 一定不一樣大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你們家的房子 如果說是20年前買的 那今天你用同樣的錢 你要去買同樣的房子 根本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錢不一樣大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把我們投資分析做好 你第一個一定要有一個辦法 你如何把你的投資案 我們這個投資案通常是長期的 可能30年可能50年可能70年 就像我們台灣高鐵 它的投資期限是30年 我們101金融大佬 投資期限是70年 所以你如果是要去做 這些案子的一個分析者的話 你就必須要告訴我 那30年後我收到的錢 如果以今天的價值來看 它應該是多少錢 OK 所以在我們去談 我們的那個所謂的一個 投資案分析的錢 我們就要去了解說 那我們有沒有一種比較科學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種方法 然後去把未來才能收到的錢 然後跟今天你所要投入的一個資金 第一個去衡量它有沒有具體的價值 第二個 我們能不能去衡量這段期間的平均報酬率 所以在談實質的投資分析之前 我們就來談一個 一個衡量金錢的時間價值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因為不同的時間的一塊錢 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 談這個概念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在說 因為投資案都是非常多年的 那你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衡量不同的時間所產生的一塊錢 它應該有多大的價值 那你應該找得出來這種方法 才能夠怎麼樣 才能夠去合理的衡量說 那我今天投入了這麼多錢 然後在三十年以內 我會收到多少的錢 那我到底有沒有賺錢 第一個要衡量我有沒有賺錢 第二個 如果要用報酬率來表達的話 那我第二個想問一下說 那我在這一段三十年 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或七十年 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因為非常多的決策者 他比較喜歡用報酬率的指標 OK 那所以呢 我們主要的一個論點就是說 因為財務理論認為 金錢是有生產力的 它是一種生產要素 你們經濟學裡面有提到 所以今天的一塊錢 會比明天的一塊錢更有價值 因為金錢有生產力 或是就經濟學消費者的眼光來看 就是說你延扣消費 因為通常會提供資金的人 就是他想延扣 就把今天資金 比如說你跟投資人去募股 那投資人募股 他今天之所以願意把錢放在你這裡 就是因為說 你今天先用我的錢 然後過一段時間再還我 但是你還我的時候要還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把錢交到你這裡的時候 我延扣我的消費 然後呢我到未來我才能夠拿到錢 所以我還有承擔風險 因為我把錢交到你手上的時候 不只是說我延扣消費 另外呢 你很可能到時候經營的好 我可能有好的回報 可是經營不好呢 我可能會有損失 所以呢 我可能會承擔風險 所以 正在我延扣消費 跟承擔風險的狀態之下 那你使用資金的人 就要提供給我報酬 那報酬就是比較好的報酬率 就是說平均而言 我給你今天十塊錢 隔了一段時間以後 你一定要給 比我超過十塊錢 還要多的一個承諾 那我今天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想說 那我要用什麼的方法 去將未來才會發生的一塊錢 然後拿來跟今天 我馬上要交出來的一塊錢 去做比較 OK 那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方法 這個公平合理的方法 看起來還蠻複雜的 因為你把錢交給不同的人 你對他的要求 報酬率是不太一樣的 對不對 你如果把錢交給政府 你覺得政府不會倒 所以呢 政府只要用非常低的利率 就可以從你這邊借到錢 那如果說 今天是一家小的公司 他也想要跟你借錢 或是跟你募股 那這個小的公司 你明明知道 他成功的機率 不一定很高 但是他如果一旦成功 他會賺大錢 所以你對他可能要求的報酬率 比你跟政府要求的報酬率 要高一點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同樣是產生在明天的一塊錢 那你把錢交給政府 跟你把錢交給一般的企業主 那你可能會要求相同的報酬率 不會 所以我們當然對報酬率那個東西 我們到頭來會在第五章的時候 跟各位講說這個報酬率的高低 或是你要求的報酬率高低 跟你要投資的標的的風險 高低是有關的 那我們今天在談這個章節的時候 先不要去談那個報酬率的高低 我們先來談一下說 折現的過程 就是說今天的一塊錢 會比未來的一塊錢 還要有價值 反過頭來說 未來的一塊錢 它可能跟今天的一塊錢 價值相比 是比較沒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有一個合理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把未來所收到的錢 跟今天所收到的錢 去衡量到底我有沒有賺錢 或是我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報酬率 那我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各位當然都是很聰明的學生 所以我在講這個過程 當然就會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那旁邊有一個方塊 那個方塊事實上是Excel的程式 所以你們去download檔案的時候 如果是整個檔案download下來 那裡面就有告訴你 如何去在Excel上面做計算 好不好 那我在這邊講 因為它很簡單 所以我很可能就稍微 比較快速的來講這個問題 那我們這邊為了讓大家會覺得 這個數字的計算不要很複雜 所以我這邊都統一的假設了 我們的每一年的利率是10% 當然在我剛交財務管理的時候 我舉的這個每年利率10% 事實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剛交財務管理的時候 那時候的市場利率大概就89% 所以這10%好像沒有太意外 可是各位當然知道 最近的利率大部分都是借1%到2%中間 那你說陳老師怎麼還設這樣的數字 是不是陳老師不了解市場還是怎麼樣 沒有 我只是想讓數字比較乾淨一點 比較好看一點 絕對不是說陳老師忽略掉這個市場的利率 都只有1%2% 我們讓他計算的過程當中 不要太多的小數點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用10%來當做我們的利率 然後我們在財務金融界呢 計算利息的過程 我們都是用負利的過程 什麼叫負利的過程呢 負利的過程就是說 當你如果投資或是你借錢 那如果你借的期間超過一年的話 那你就會產生有一個 單利跟負利的一種不同的算法 所謂的單利就是說 如果我一年我借1000塊錢 那我如果利率10%的話 我到年底我要付100塊錢的利息 對不對 要付100塊錢的利息 然後付完100塊錢利息以後呢 你就把100塊錢利息拿走 第二年 我欠你的錢還是1000塊錢 然後第二年再產生100塊錢利息 你產生完100塊錢利息 你再把它拿走 OK 那這就是所謂的單利的過程 但是在我們財務金融界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一個投資士 持續不斷的在進行 所以中間就不會有 你拿走利息的那種過程 就好像你把錢存在郵局裡面 對不對 郵局每隔半年算了你一次利息 你有沒有特意去把利息拿出來 沒有 所以你錢繼續存在郵局裡面 那錢繼續存在郵局裡面 在第二年 第二個半年在計算利息的時候 那一部分你原先所產生的利息 在第二個半年還會產生利息 那這個就叫負利的過程 英文叫compounding 好 我們等一下下一節課 再跟各位繼續講 好 我們繼續上課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 如果我們沒有另外約定的情形之下 那在財務金融裡面 我們計算利息的方式 就會以負利的方式來進行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第零年的時候 有1000塊錢 然後呢 我們每年的利率是10% 所以經過一年以後呢 你就會有1100塊錢 就是原來的1000塊錢 加上100塊錢的利息 那我們假設呢 我們就沒有把這個利息提出來 如果要再經過第二年呢 第二年他會支付你10%的利息 所以他會依照 第一年年底的1100塊錢 來支付你利息 那所以第二年的利息呢 就會變成110塊 那以第一年的本金 1100塊 再加上第二年的利息 110塊 在第二年的年底 你就能夠累積 我們所謂的本利盒 1210塊 1210 所以呢 我們所謂的負利的過程 就是尋找中值的過程 比如說你在第零年 有1000塊錢 那我們說如果利率是10% 經過兩年以後 那你會有多少的本利盒 那這個1210塊錢 就是你這個1000塊錢 在兩年以後 所可能形成的一個價值 叫1210 這1210呢 我們也會把它叫做是一個中值 英文叫Future Value 也就是說 你今天 有這一筆錢 這一筆錢 我們叫做Present Value 今天的1000塊 那在兩年以後的中值 就是1210塊 那各位當然很清楚 那1210就是 你現在1000塊錢 乘上1加10% 瓜糊的平方 就是連續負利兩年 那所以就會得到1210 那這1210的 你如果要解構的話 就1000塊錢 是原先的本金 那因為你經過了兩年 所以你會有兩個 100塊錢的利息 就會有200 然後呢 另外那10塊錢 是什麼出來的 你第一年所產生的 100塊錢的利息 他在第二年 會額外再產生出來 10%的報酬 所以就會有1210塊 1210塊 那這就是計算中值的過程 叫做負利過程 相同的 我們在財務金融的運算裡面 有很多的時候 是會把未來的一筆錢 然後你去衡量 如果以今天的價值來看 他有多少 比如我們剛才所講的 在計算投資的過程當中 我們想看看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賺錢 所以呢 你如果是101金融大樓的 那個財務分析師 你要分析一下說 我這個未來這70年當中 我每年我是依據 會有多少的盈餘 或是現金流量 那以今天的價值來看 我到底有沒有賺錢 所以你要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把未來的錢 拿來跟今天的錢 來去做一個衡量 所以我們剛才有在講 我們剛才說 如果 我們回到上一章 我們說 你今天的錢 如果乘上1加i的N之方 會等於未來的錢的大小 那如果今天要講說 那如果未來的1210塊 兩年以後的1210塊錢 以今天的錢來衡量的話 就是1000元 對不對 因為我1000元會有投資報酬率10% 那所以兩年以後的1210年 如果用今天的觀念去看它的話 它跟今天的1000塊錢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計算方法就是說 你如果要看 兩年以後的1210塊錢 今天的概念來講是多少 你就把1加i的N之方 除過來當這邊的分母 就可以得到今天的價值 所以我們下一步的步驟就叫 折現 折現就是把未來的一筆錢 用今天的價值去衡量它 所以如果說 我一年以後才會收到1000塊錢 那我的利息是10% 所以一年以後的1000塊錢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它應該只有909.09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909.09 你去投資在某個地方 得到10%的報酬率的話 一年以後會得到1000塊 所以如果說一年以後的1000塊 以今天的價值來衡量的話 它就只有909塊 我們有說過喔 今天的一塊錢 比未來的一塊錢還要有價值 所以未來的一塊錢 一定比今天的一塊錢還要小 所以未來的1000塊呢 它在今天不會價值1000塊 那價值多少 如果你的報酬率是10%的話 那未來的1000塊 今天的價值就只有909.09 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折現 所以很簡單喔 我們說如果你有一個投資案 你今天投資了多少錢 然後在未來5年 在未來的10年 每年都會幫你回收多少錢 那你的做法就是說 把未來會收到的錢 都把它轉換成跟今天的錢 同樣的一個基礎 然後來看看我有沒有賺錢 那這很可能就是我們在這一週 下一週所要一起探討的一個觀點 那所以呢我們折現的過程就是說 把未來的一筆錢 我們看它是產生在哪一年的年底 那除以1加i的n之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今天的一筆錢 今天的價值來分量 未來的這筆錢到底有多少 那這樣的過程叫做折現 叫做折現的過程 那當然我們在財務金融裡面 我們常常會遭遇到一些現金流量 它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把這個每隔一段時間 會收到一筆相同現金流量的一種支付的形態 把它稱為叫做年金 年金 年金事實上不一定要每年產生一次的現金流量 只要每隔一段相同的時間 你會產生一筆相同的現金流量 那這樣的一個金錢的流量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一個年金 像各位常常會聽到有一些保險的年金 那這種年金的商品就是說 有些人想要在退休以後 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有一筆現金流量 那比如說我希望我一年 每個月能夠有兩萬塊錢的一個現金流量 那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去買一個保險的年金 如果說我在65歲退休以後 每個月要有兩萬塊錢的年金 那我如果今天要去買這個年金上面 我應該要付多少錢 那當然站在保險公司的立場 他就你今天給他一筆錢 他會想辦法去把這筆錢去做一些財務上的操作 產生報酬率 然後希望說等到你65歲的時候 那我每個月就給你兩萬塊錢 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對不對 那這種就是所謂年金的商品 每隔一段時間給你一筆相同的錢 或是說你們如果去買房子 買房子的話 你很可能去跟銀行借一千萬 借五百萬 然後銀行就跟你約定說 那個你每個月就要交一筆貸款 這筆貸款我為了讓你負擔比較平均 那就每個月還的錢是一樣多 就是要分期付款 OK 所以呢你今天如果跟銀行借五百萬 那你就答應他就是說 用未來二十年 每個月還一筆相同的錢 還一筆相同的錢 那還一筆相同的錢呢 那在兩百四十個月以後 你就把這五十萬 五百萬年本代曆還光 那他的過程就是說 你知道你今天的限值是五百萬 然後你要用未來兩百四十個月去還 那所以我們會有一種公司去算出來 你每個月要還我多少錢 那一直還到兩百四十個月以後 我這五百萬的本金跟利息你都還光 好我們等一下會講 如果時間來得及的話 我們會講到這個過程 OK 所以這個年金的這個形態 在我們財務金融裡面 非常 非常常見 非常常見到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年金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有幾種做法 比如來講 你如果想要去定期定合去買 基金 那我們這個基金你可以大約計算一下 它平均的報酬率是多少 對不對 如果定期定合就是說 好我今天 每個月 我一萬塊錢去買這個什麼股票基金 那我打算用三十年去買去投資報酬 那我希望看看三十年以後 如果說這個平均報酬率每年是百分之十啊 或是百分之十五 我希望就是說 每個月用一萬塊錢去買這個股票型基金 然後平均報酬率如果說 每年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話 我想看看三十年後 我這個基金的那個額度是多少 OK 那所以你碰到的問題就是這種普通年金的中值 我每隔一段時間我投資一筆錢 或是我存一筆錢到銀行裡面去 那存在銀行的錢當然會幫我賺利息 或是我投資在股票型基金的話 那股票型基金會幫我賺報酬率 那我們假設說我們的報酬率 平均來講也是百分之十好了 百分之十 那我每年如果說存一千塊錢 那我存了四年 那我在第四年年底我累積多少的財富 因為他每隔一段時間都存一筆相同的錢 然後在第四年年底想先算這個年金到底 所形成的中值的核是多少 那我們要怎麼算 那在這邊來講呢 你應該可以看到我們要算的是 這一連串現金流量在第四年年底 他的價值的核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一千塊 剛好就在第四年年底存進來 然後他馬上就要結算他的價值 所以這一千塊基本上是沒有產生任何的報酬率的 所以他這一千塊就在這裡 但他前面那一千塊呢 他事實上有經過一年的報酬率 對不對 就算你存在銀行裡面 這前面的第三期所存的一千塊 他存在銀行裡面會有一年的利息 所以我要算這個一千塊呢 那這個一千塊就是一千乘上一加i 對不對 然後再往前推一年的一千塊呢 你如果要算他這一天的中值 那兩年前的一千塊 他放在銀行裡面兩年 所以他會付利兩年 所以會變成一千乘上一加i的平方 那前面那個一千塊錢呢 就是一千乘上一加i的三四方 所以我們要計算這四個現金流量 中值的核 就是一千塊加上一千乘上一加i 加上一千乘上一加i的平方 加上一千乘上一加i的三四方 他是一個什麼 等比級數 你們高中都有學過等比級數 你可以算他的核 那當然那個過程 我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那各位當然知道等比級數的核 他會有一個比較簡便的公式 那簡便的公式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下 各位可能不需要去背他 然後那個理論上所有的財務用計算機 或是Excel 都可以有很簡便的方法去計算這個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簡單講Excel的公式 如何來計算 那因為我們考試的當時 不太可能要求每個人都帶財務計算機 也不太可能要求你們 帶有Excel的Notebook的computer進來 所以通常來講這種計算呢 我如果有出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那個 那個 那個利率因子是多少 我當然希望說 如果真的出的話 會出簡單一點 那 所以各位計算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等比級數的核 計算這個中值是 1加上利息的 總共如果有4期的話 這個n的話就等於4 那這邊-1然後底下是除以i 那當然你如果說很快 因為我們剛才說 之所以是14% 這邊是1000塊 那那個1000塊到這邊的中值是1100 那那個1000塊到這邊的話是1210 那前面的第一個1000塊到這邊是1331 所以你把這四個數字加起來就是4641 很簡單嘛 那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公式也可以算出來 幫你算出來是4.641乘上1000塊 就是4641 那這個是普通年金的中值 同樣的道理 你也可能會去算說 有個benefit 就是我們剛才跟各位講說 如果我65歲以後 每個月都能領到2萬塊錢的那個收入 那如果以今天的價值來看的話 它應該價值是多少 OK 所以你會把未來的這拿到的1000塊錢 都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那就是把所有的現金流量的限值 都把它加總起來 看看它有多大的價值 所以呢 一年以後才會收到的1000塊 那我以這邊的一個看法來講的話 就是把1000除以1加i 對不對 把1000除以1加i 然後兩年以後才能收到的1000塊 以今天的看法就是1000除以1加i的平方 那第三年才能收到的1000塊 除以1加i的三次方 第四年年底才能收到的錢 就除以1加i的四次方 對不對 然後把四個值加起來 那這同樣的 依照我們的觀點來看的話 它也是一個等比級數 只不過它的比是 1除以1加i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等比級數的核 也會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當然算出來 大概是3169.9 大概接近3170 OK 那這個就是普通年金的一個限值 那我們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所謂的普通年金 因為各位 我們這邊只是強調說 每隔一段時間 你會領到一筆相同的現金流量 或是投資一筆相同的現金流量 那所謂的普通年金呢 指的就是說 這一筆現金流量是產生在年底 年底 就是說我如果是一個四級的 一個普通年金的話 那這四個現金流量 都是產生在各年的年底 OK 那我們如果說 會不會有一些 金融性的資產 它的現金流量是產生在年初 有沒有這種金融性的商品 其實是有的 OK 比如說你去租房子 那你第一筆的租金 有些房東就希望說 你開始租你就繳房租 對不對 因為他幫你跑掉 所以你就月初就要繳房租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這樣的現金流量 看起來就像是 這一種 在年初拿到錢的現金流量 那它跟年底拿到錢的現金流量 它有什麼差別 那差別只是說 在你計算中值跟計算現值的時候 那我們如果在年初拿到的現金流量 我們把它叫做是到期年金 叫annuity dues 那普通年金叫annuites 那annuity dues的話就是說 它一樣是四年 可是它每一筆的一千塊 會比普通年金的每一筆一千塊 提前一年產生 提前一年到 提前一年到呢 它事實上你在計算年金的現值跟中值的時候 每一筆的現金流量是比普通年金的每一筆現金流量 早一年發生 早一年發生就代表呢 它會多賺一年的利息 不管你算中值或現值都一樣 它會多賺一年的利息 也就是說到期年金的話 會比普通年金還要有價值 為什麼 因為它的錢比較早到 那我們說今年的一塊錢是比明年的一塊錢還要有價值嘛 所以如果到期年金的話 每一筆錢都比普通年金還早到一年的話 那哪個比較有價值呢 當然是到期年金比較有價值 那其實我們這邊其實很簡單的一種方法 就是說我們剛才所算的那些公式 普通年金的中值 普通年金的現值 然後再乘上一個1加i 因為每筆都比它早到一年嘛 所以每筆的現值都會比普通年金的現值多出1加i倍 對不對 那算中值的時候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把剛才所算出來的那個公式 我們中值的公式在這裡 乘上1加i 限值的公式在這裡乘上1加i就可以了 OK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財務用的計算機 或是沒有Excel的話 那理論上你就是要備註這個公式 然後再乘上1加i就可以了 OK 但是我們今天不要強調大家去備 因為在你的財務用計算機裡面 它一定有一個特殊的按鈕 所以你在計算這個年金的中值跟現值的過程當中 你把這個年金assign成普通年金或是到期年金 有些普通年金 它就是不用設定 那如果是到期年金呢 它會把這個年金的function有個beginning 就是代表說每一期的現金流量是在每一年的beginning 所以它有個BGN 那在我們的Excel的那個方程式裡面 Excel的方程式裡面 它會有一個參數 你如果把它設為0的話 它就是普通年金 如果你把它設為1的話 它就是到期年金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不用特別去記這個公式 因為在我們計算的過程當中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講Excel的公式之前 我們等一下要花點時間跟各位講講Excel的計算 那我們再講一個 一個可能在財務裡面 我常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我們就把它稱為是永續年金 我們剛才的年金都會有一定的期數 我們剛才說 我們在算那個年金中值跟年金限值的時候 那我們的期數都是四期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呢 會不會有一些金融性的商品 它所提供的現金流量 是每隔一年 你會領到相同的現金流量 但是有關於期數的話 就可以領得無窮多期 就像那個英國 它有一些國庫的債 那它事實上就是說 你只要買英國這個國庫的債 就是說 你就可以永遠領一筆相同固定的利息 直到永遠 那當然我們知道能不能永遠活著 所以他可能就會把這個債券 那 either是賣掉 或是傳給他的子孫 然後讓他子孫可以永遠領這一筆相同的現金流量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想知道說 那這樣的一個證券 對我來講 它的價值有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說 每年領到相同的一筆錢 但是他領的期數是無窮多期 那無窮多期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等於是n等於無窮大 n等於無窮大 各位要看一下 我們這個公式是1加i的-n次方 所謂-n次方就等於1除以1加i的n次方 那i是一個正數 所以當n等於無窮大的時候 這個分母就會變成是無窮大 所以1除以一個無窮大的數 這後面這一項就會不見了 他就會變成就是說 那這個有序年金的限值 就等於你每一期所繳的那個錢 去除以你的利率i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那我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每一期的利率還是10% 那你今天有一個政府的債券 他就答應你說 每年呢 年底我會給你1萬塊錢 然後讓你領到永遠 那現在利率是10% 那請問一下 這個每年可以領到1萬塊錢的這個承諾 領到永遠 那如果在利率10%之下呢 那這個債券 他的價值應該是多少 那你說 每年可以領1萬塊錢 分母是1萬 分子呢 分子呢 分子的話是1萬塊 分母的話是10% 10%當然就是0.1嘛 1萬塊除以0.1就等於10萬塊 那有人想說 才價值10萬塊而已嗎 你就說 欸 每年可以領1萬塊 你可以領到永遠 你可以領幾千次 領個幾萬次的1萬塊 然後今天如果你要換的話 我用10萬塊跟你換就可以了 那你會覺得說 欸 有這麼好的事嗎 他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好像你 你把它當作說 我把這個10萬塊存在銀行裡面 銀行每年給我10%的利息 所以10萬塊的10%是多少 1萬塊 所以我每年把利息拿出來 那本金還留在那裡 那只要這個報酬率都是10%的話 這10萬塊乘以10% 每年就可以領到1萬塊錢 領到永遠 很可能在你領到永遠的時候 他還有剩下10萬塊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道理就是這樣 永續年金你就是把那個 每年固定的payment去除以i 就等於那個資產的價值 就是應該是10萬塊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各位很可能會去 操作Excel 那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那你大概會很熟悉 在Excel的那個 任何一個資料格裡面 你只要給他一些參數 OK 然後你把這個參數呢 設定為這個特定的方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 你所要的一個數值 那當然各位 當然也應該很清楚嘛 除非就是說 有些人完全沒有碰過Excel 你在碰Excel的時候 你認可一個資料格 你要先打一個等號 等號 他才知道說這個資料格 是要用來計算的 打了一個等號以後呢 你輸入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呢 如果你要算的是中值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兩種中值 有一個是單一現金流量 比如說今天的一千塊錢 兩年以後 會變成多少錢對不對 這種叫單一現金流量的中值 有另外一種中值叫年金的中值 那你可以算說 我們也可以算是 普通年金的中值 或是稻期年金的中值 所以你應該就有三種不同的運算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程式來算 好不好 那當你如果在任何一個資料格裡面 打等於 打FV以後 他後面這些參數 他就會 跑出來 他跑出來是說 你應該輸入 依照順序 輸入這些資料 依照順序輸入這些資料 那依照什麼樣的順序呢 第一個 你要給我期間的利率 比如說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來講 其實都很簡單 我們得都每年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要算單一現金流量 比如說今天的一千塊錢 兩年以後是等於多少 你這個利率的話 就要輸百分之十 第二個參數是 你的期間是幾年 那我們剛才說的那是兩年的 單一的現金流量兩年 所以呢 我們這個 rate就百分之十 那 number of period NPE number of period 就是兩期 那每一個參數中間 就要用一個 豆點 分隔 然後第三個參數是 PMT 就是payment 那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前面那個計算是 單一現金流量 就今天一千塊錢 在兩年以後 它等於多少的話 它就不是那個什麼 年金的計算 不是年金的計算 這個payment 在我們這個計算中 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你就把它輸零 因為我們不是年金的計算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輸零 ok 那我們要輸的就是 限值 比如說我們那個pb 就要輸一千塊 因為我們要看今天一千塊 兩年以後等於多少錢 那後面那邊有個type 就是它的形態 這個形態呢 事實上是指定 如果你是年金的計算的話 年金 你如果是年金的計算的話 那你要計算是普通年金 還是到期年金 那我們如果說這邊 我們計算是單一現金流量 沒有運用到年金的計算 那你在那個豆點之後 你不要填任何的數字 或是填零都可以 然後再唸瓜糊 所以你如果說這樣的計算來講 red填10% nper填2 payment填0 p填1000 然後type填0 或是不填 ok 那瓜糊起來 那你按一個return 你就發現那邊 會打出來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會等於是 負1210 它會有個負號 它為什麼給你負號呢 因為它會認為說 如果你是銀行的話 你今天收到一千塊錢的 正的現金流量 兩年以後你就要付出去 1210的現金流量 所以對我來講 現金流量的方向是相反的 ok 那你今天會覺得就是說 那為什麼要多出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可能對你來講 意義不是那麼大 至少在做這個運算的時候 不是那麼大 但是它在做另外的運算的時候 可能就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那這是計算單一現金流量 如果我們要計算 我們剛才那個四期的一千塊 然後我們想看 在第四年以後 它的中值是多少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rate是多少 10% NPER等於多少 四期 ok 然後我們的payment 就等於一千塊 我們有四個 一千塊的現金流量 所以payment是一千塊 那那個present value呢 就等於零 因為我們要計算的是年金嘛 年金的話 我就要計算那個每隔一段期間 所領到相同現金流量 所以已經在payment那邊 已經登記過了 所以這個present value就要填0 然後那個type呢 就是你如果填0的話 就是一般的普通年金 你如果填1的話 就是到期年金 那我們剛才那個是普通年金 所以我們在豆點之後 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不填 它就把你當作是0 或是你填0也ok 但是你就不要化石墊子去填1 所以你在豆點之後 你可以留空殼也不留空殼都可以 要刮虎以後 然後你填0或是不填都可以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填進去就會等於4.6.4.1 我們剛才有看到的就是4,641塊 那這是求算Future Value的一個Excel的算法 那當然你要計算那個present value 也是一樣 那唯一稍微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剛才是計算Future Value 然後在你的第四個參數 就放present value 那你如果這邊要計算present value的話 那在這邊的第四個參數 就要放Future Value 你可以算2年以後的1,210塊錢 是今天的價值是等於多少 ok 那或是我們可以計算剛才那個4比1000塊 在未來4年的年底各收到1000塊錢 那今天的價值應該是多少 ok 那你可以依照我們剛才所說的方式 然後去填那些數值 去填那些數值 那今天呢 如果說你實事要計算限值或中值 你會不太在乎他的那些 就是說你的那個限值到底要不要去填正號或是負號 因為對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剛才在算中值的時候 你填1000塊錢 兩年以後他變成的中值 那他跳出來的答案是等於負的1,2,1,0 那對你來講是1,2,1,0這個數字對你來講是有意義的 那個負值對你來講好像不是有怎麼樣子 所以你可以就故意覆列掉那個負號的一個意義 但是呢在做某些計算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負號要小心一點 比如來講我今天有一個問題 我說你存了一筆錢 你存了1000塊錢到銀行裡面去 兩年以後銀行給你1210塊錢 那請問一下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當然各位在算這一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先前計算過 我們知道每年的利率是10% 兩年以後才能得到1,2,1,0 對不對 但是我們假設說我們得到一個題目 你不是這麼明顯就看到這個答案的話 我們要用Excel去算 OK 所以你要去算的時候你要算的是rate OK 那你在這邊就要稍微要有一點點技巧 那比如說我們要算的是rate 那我們算的是今天的1000塊 兩年以後變成1,210塊 那我們想知道說它到底期間的報酬率 這個報酬率是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你在填數字的時候 你nper會填2 payment呢你會填0 因為這是單一現金流量的計算 然後呢接下來兩個參數 一個是pv 一個是future value 一個是present value 一個是future value 那這兩個數字呢 其中要一個必須要是負號 OK 那理論上來講你present value是負號也可以 future value是負號也可以 就是兩個其中要一個是負號 它能夠幫你算出來10% 那我們通常來講這個計算 你就把它想像成說 如果你有支付現金出去的話 它的現金流量就是負的 你如果有收回現金流量的話 它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現金流量就是正的 比如你如果是一個存款者 存款者的話 一開始的現金流量是負的 所以你這邊就填負的1000 然後兩年以後你拿回來1210 所以這個future value就等於1210 那你只要把type填0 那全部括號進去 它跑出來就會是10%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填 這兩個數字裡面沒有填一個是負號的話 它會跑出來是一個error 那個red就算不出來 為什麼呢 它會認為說 你今天要我計算一個報酬率 那可是你給我的兩個符號都是正號 也就是說我今天拿到1000塊 兩年以後又拿到1210塊 那我就不會算報酬率 因為你的報酬率是無窮 今天也拿到錢 兩年以後拿到錢 那沒有任何的本錢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的pb你要填負1000 future value要填正的1210塊 就好像是我今天投資的1000塊 兩年以後回收1210塊 所以我會賺取10%的報酬率 那剛才我們說 其實future value填負的也可以 present value填正的也可以 就好像你站在銀行端 我們剛才是說我是存款戶 我今天存1000塊 兩年以後拿回1210塊 正在銀行端就怎麼樣 它今天先拿到1000塊 兩年以後要付出1210塊 所以你先填正的再填負的 你算出來的rate 也是一樣10% 只不過說在我們財務裡面 算出來這個rate 如果你是存款戶的話 所以先付的現金流量 後面再回收的話 這叫什麼 這叫報酬率 這叫報酬率 那正在銀行端來講的話 它是先拿到1000塊 也就是說 它先去利用這1000塊 去做一件事情 兩年以後它這樣 必須要還給資金的提供者 1210塊 那這個叫做資金成本 也就是說 我先使用你這個1000塊 用到我的投資上面 可是我兩年以後 我要付給你的代價 是1210塊 那這樣就叫資金成本 站在投資者的立場 叫報酬率 站在資金使用者的立場 叫做資金成本 那你算出來的rate 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相同的 你要算rate 或算nper 你的present value 跟future value 至少要一個是負號 那當然我們再講 後面一點的話 會有一些更複雜的 就是同時出現 單一現金流量 跟payment的狀態之下 那你就要真的搞清楚 哪些是付出去的 哪些是回收的 那你才能夠算出來一個 很正確的一個報酬率 那這基本上 我們目前的是個 很基本的計算 就是用Excel的話 就可以這樣來解決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一個很特別的case 這個很特別的case 就是 你如果跑到銀行去借錢 不動產抵押貸款 比如說我們要買房子 那通常你現在要買房子的話 就是要投期款 投期款以後呢 你要去把剩下 比如說一棟房子是一千萬 那你可能就要買賣的時候 你要自己有一些錢 因為銀行不會借你說一千萬的房子 然後你去跟銀行借錢 拿去抵押它借給你一千萬 理論上不應該這樣 因為銀行它會有風險 所以銀行一定會說 好這個一千萬的房子 你如果要拿一千萬的房子的 所有錢來抵押跟我借錢的話 最多只能借到八百萬 所以你自己要想辦法去湊兩百萬 所以你要買房子一定要說 好那我跟銀行只能借到八百萬 那我自己自備兩百萬 湊起來一千萬 去跟屋主去買 買了一千萬房子 那我就會有所有錢 那所有錢呢 就拿去銀行 銀行看到你的所有錢抵押 就撥款給你八百萬 然後再把這個現金交給屋主 那剩下的那個程序就是說 你欠銀行八百萬 然後銀行約定 就是在未來的二十年 你要還錢 你要還錢 然後你要還錢 就分兩百四十個月來還 每個月還一筆相同的錢 那當然還一筆相同的錢 就是說 基本上就假設就是說 我們約定的利率 在這二十年裡面 都不會改變 然後你就會 就用我們剛才的那個方程式 我們剛才就是說 如果你跟銀行借八百萬 然後呢 約定好說未來兩百四十個月 每個月還一定的錢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剛才那個 年金限值的公式去還 去算 對不對 我們就把I變成是 那個 每個月的月利率 那N的話是兩百四十期 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算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就再除以八百萬 那就可以算出來 每個月應該要還多少錢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想要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 我們在還完兩百四十期以後 我們的本金利息 就剛好能夠還關 它的原理在哪裡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 利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我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 到底我們在還錢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還本金 怎麼樣去還利息 那我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我們不要用兩百四十個月的 例子 我們就是說我們跑到銀行機界三十萬 我們約定好就是說 每一年年底還一筆相同的錢 那我們假設我們的年利率還是百分之十 OK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每年第一個要繳多少錢 那我每年所繳的錢裡面 到底有哪些是利息 哪些是本金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一下 我們說我們跟銀行借了三十萬 然後我們約定好說 分五年年底的那個相同的一筆錢 去還它 那還完了以後呢 我們剛好就把這三十萬還完 所以我們說每年我還一筆相同的錢 然後我乘以這個普通年金的限值 我讓我還了那五筆錢的限值 剛好等於三十萬 那銀行才會覺得他願意去接受這樣的條件 所以我就把百分之十貸進去以後 發現說我們計算出來 每年我只要還 每年的年底還七萬九千一百三十九元 那到第五年 還了五次的七九一三十九之後 那銀行就會把我的債務解除掉 那解除的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 這個叫做分期付款型的貸款的利息 跟本金的貪銷圖 那這個貪銷圖當然在那個 各位會計很厲害的那個 同學的身上 這個有點跟你們那個藏林分析 跟你們那個長期負債的那個貪銷表 應該是一樣的 OK 應該是一樣的 那這個 我們稍微就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 在 第零年是拿到三十萬 到第一年年底 我們要還七九一三九 那這一整年 第一年的一整年 從第零年那個時間點到第一年的 等於是第一年的啟頭到第一年的年底 一整年的當中 我們都有充分利用到這三十萬的金錢 OK 那我們說我們年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 所以這一年裡面呢 我就要還百分之十的利息 所以我的利息應該算是三萬塊錢 可是呢我在第一年年底我還多少錢呢 我還了七九一三九 所以呢 這七九一三九裡面 有三萬塊錢是利息 剩下的四九一三九是什麼 還本金 還本金 所以在第一年年底之後呢 我們的余額就是欠銀行的錢 我們只剩下二十五萬零八百六十一塊 我們欠銀行的錢就只剩下二十五萬多 所以我們到第二年第二個 cycle開始 我們欠銀行的錢只有二五零八六一 所以第二年呢 我們所還的七九一三九當中 利息的部分只剩下二五零八六 對不對 因為我欠銀行的錢只剩下二十五萬零八百六十一塊 所以第二年的錢裡面 利息的部分只有二五零八六 那我們還了七九一三九 那七九一三九 減到二五零八六的那個部分 就剩下五四零五三 所以我們第二年還本金的部分 就還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依此類推下來 你到倒數第二年的年底 你欠銀行的錢多少 欠銀行的錢剩下七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塊 那七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塊 我們在第二年產生的利息是七千一百九十四塊 可是我們還給銀行的錢還是七九一三九 所以七九一三九減掉七一九四元 就剩下七一九四五 剛考用七一九四五 去把前一年年底的余額去把它還掉 所以還到第五年年底 剛考本金也沒有了 然後每一年的利息也都看不到了 好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分析表呢 因為我們在很多金融的商品裡面 等到你知道這張表以後 你會發現就是說隔了一段時間 如果另外有個銀行 它的利率比較便宜 那你覺得說你在交這個銀行的那個貸款的時候 當初定約的時候利息比較貴 那所以呢你很可能交到某一期以後 你就覺得利息太貴了 所以你會跑到另外一個銀行 去借新的融資還掉這個舊的錢 然後再用比較低的利率去算 新的銀行的負擔 OK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小變化 有些人說你如果要提前解約 你很可能要付多少的手續費 那你就要去算一算說 我要付完這個罰款之後 因為我要去跟新的銀行去借 比較多的錢 借錢來還舊的銀行 但是當然如果完全沒有罰款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說跟新的銀行借錢一定會滑得來 因為新的銀行的利率比較低 但是有些時候你就要去計算 如果它有個違約金是多少的話 那個銀行的利差的優勢 你還要不要去考慮重新融資 那你就可以去算一下說 我如果繳到某一期 我如果要去繳罰款 比如說繳到這一期 你打算換銀行 銀行說你要繳1%的那個罰款 所以你這余額就要乘上101% 對不對 乘上101% 就是你要去跟新銀行借的錢 然後用新銀行的條件來還款 那還款每年要繳的錢是不是 會比我的79139還要多 你要去計算一下 這是大家很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銀行 它為了吸引你來跟它借錢 為了吸引你來跟它借錢 那它會怎麼做 比如說在前幾年有一個電視上 一個非常感人的廣告 那個廣告就是說 有某一家銀行 它提供給它的借款戶 他說如果說 你在你的借款期限裡面 如果產生的一些緊急的需求 有幾個月你交不出來這個房貸的話 那我可以容許有幾期 你可以延後再交 那各位當然要知道 銀行它是債權能 如果說你某一期的那個本金利息 沒有交出來的話 它理論上是會把你列為預放款 某些條件以後都會列為預放款 列為預放款的話 它就可以申請法院去法判你的房子 這也是所有的借款能很可能 心目中比較擔心的一點 但是有些銀行它就說 你不用擔心 如果你在某些限制之內 你延後交款的話 那我很可能就 只計算利息 你就可以繼續延後的那個交款 那完全不會列入預放款 那時候電視上有個廣告就是說 有一個當然爸爸媽媽 那他們有個小女生很喜歡彈鋼琴 可是他沒有鋼琴 就只有在他的書桌前面就畫了一些鍵盤 每天就在那邊鍵盤那邊練習 那爸爸看起來很很心疼 所以就決定在某一年的他的生日 送他一個鋼琴 那送他鋼琴當然就是很可能就是 某一期的C19139塊 他是繳不出來 那繳不出來怎麼辦 繳不出來的話 那本來你這一期 我們假設說這一期你還剩250861 那你下一期的79139交不出來 那這個250861就會把下一期的利息25086 再加到這裡來 加到這裡來 變成新的本利盒 那我們假設說 你未來的三期還是要 如同schedule來還的話 那你就把250861 再加上當期的利息的新的本利盒 依照這三期來還 就重新計算一次的年金 那那個年金很可能就比79139要高 知道嗎 然後一直到這邊來還光 OK 所以你如果有知道這樣的一個 amortization的schedule在這裡的話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今天是銀行的 那個貸款的一個商品的一個開發者 你就可以想出來就是說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你要設計什麼樣商品 然後讓你的消費者更容易來你這邊借錢 甚至呢 付你的利息高一點他都願意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裡面去想像看 你能不能想像出來一種怎麼樣的payment schedule 然後對你的消費者來講是比較friendly 在這裡 就像金融海嘯之前有一些不動產的抵押貸款 他為了誘使那些民眾來跟他借錢 所以他甚至允許說 在貸款的前一年 你不用繳本金 只要繳利息就好 OK 而且他利率算你非常低 那等到第二年第三年以後 開始繳款的負貪增加了 就開始有一些貸款的民眾 就開始在違約 所以金融海嘯第一次的金融海嘯 事實上就跟那時候的銀行比較積極的 發展開發這種新的金融商品 可能也有一點點關係 好 那所以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分期付款型的貸款的 本金跟利息探銷的過程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回此 下禮拜繼續 我們沒有上的一個部分 我們要討論一下 就會有一點點 對 度聴積極的 retention 我們要重點 在有一段時間